什么是油电混合车呢 也就是一个利用电脑调控 整合汽油引擎和电力马达输出动力的车 汽油经过引擎 转化成动能 这一股动能可以利用发电机 或是利用刹车回充技术来储存电能 在引擎效率高的路段 像是高速公路上 引擎可以产生动力来推动车子 同时还可以把不少动能储存为电力 当遇到拥挤市区 可以关掉引擎 用电动马达行驶 油电混合车在改善效率的同时 还拥有汽油车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能够轻便快速地补充能源 直接适应现在的加油站系统 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项 从每公升12.6公里的市区油耗 提升到每公升32.28公里 减少了一半以上的能源使用和污染 就这样 简单而聪明的创意 让油电混合车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成为市场的宠儿 而且还大量地减少碳排放 我们下期见